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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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第二節 剛才解釋了很多 什麼是黃泉 什麼是地獄 我們到下半節 繼續說說 這個 《漁蘭》 《漁蘭》 有很多超道的故事 還有一個佛家的經典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佛雪的《漁蘭盆經》 就說這個《漁蘭盆經》 可能大家很多都聽過 就是《漁蘭》 《漁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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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給大家看一段文件 這是佛經 《漁蘭》 《漁蘭》 這個是出自西晉的 西晉的時候是翻譯的 西晉的時候是翻譯的 是翻譯的 原本就是這個《漁蘭》 應該是 《漁蘭盆經》 《漁蘭》 《漁蘭盆經》 開始 《漁蘭》 《漁蘭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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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慣例來的 每一段佛經詞都會出現 就是為什麼 在哪裡說這些話 就是地點 在地點 就是在這個《漁蘭盆經》 在佛經說法 《漁蘭盆經》 因為那個是 《漁蘭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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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他就是 收容了 佛陀和一隻弟子 在這裡修行 是社衛國的 剛好佛陀就去到那裡 然後就跟弟子聊天 在這裡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大木健 《漁蘭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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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木健 去想去見一見他 他過世的母親 這似乎 就跟神通 打算見他 看看他如何 和報恩 即以道眼觀事世間 見其亡母生 我鬼中 不見飲食 皮骨連立 見到他媽媽很慘 又餓鬼 吃不到東西 就是骨瘦皮黃 牧連悲哀 即以撥聖飯 往響其母 無得撥飯 即以左手脹撥 右手薄食 食未入口 化成火炭 睡不得蛇 想幫都幫不了 一餵他媽媽吃東西 就未入口 立即變成火炭 就食都吃不到 牧連就很悲哀 牧連戴叫 卑浩替一 持環百佛 據陳如此 向佛陀求救 因為他救不到媽媽 即使自己有神通 收到羅漢的果位 有神通力 兼有神通力 嘗試一下 以前過世的媽媽去哪裏 怎知找到 突然找到地獄 這真是神通不敵恩 然後發現她媽媽 以前有些貪辱 有殺生 結果就在地獄受苦 她想著我有神通力 不如我見過沒有飯吃 誰知道 抹開口就噴火出來 燒到變炭 吃不到 然後牧連戴就慘了 就哭了 就醒了 說給佛陀聽 佛陀看看有什麼解救 或者可以給予一段片 大家看看有個比較形象 看看發生什麼事 看看虎房是怎樣 木見年專者救母 這裏就是佛陀說法 對 在松林那裏修行 以前沒有佛寺 因為地方很熱 在樹林那裏修行 早上去黑飯吃完 下午就沒有工作 就去打坐 和講佛法 她收到了神通 收到羅漢國之後 就想想媽媽去哪裏 原來媽媽在地獄那裏 後來想想為什麼要這樣 再想想一些前因 原來有殺生 有打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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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蟑螂 大家都知道 因為每一個都記在一個帳簿圖 有打蟑螂 因為當時去豐都 其中有一個叫抄經台 原來佛弟子抄經 抄少了一個都要在那裏抄好 才可以收行 因為落到地獄 就是四圍都燒火 看到媽媽在那裏抄鬼之中 其他有刑份 有鋸肚 有很多 有很多 有些鬼術就插起那些鬼 扔到那裏抄 那裏抄 肚子很大 肚子很大 其實肚子很餓 對,好像受了飢荒 好像以前阿倉比亞那些飢荒 現在阿倉比亞沒有飢荒 因為他收了羅漢 所以媽媽就跪下 叫他救他 叫尊者救救我 怎料牧見蓮就扶起他 想肚子餓 給點水和飯給他吃 是 所以其實講那個魚腩盆 就是那個起因 因為他拿一個盆 就是整個飯給他媽媽吃 是 就是除了一個拯救的來源 還有這個送飯給他 送飯給他 這個又說回一次 對,說回一次 殺生、殺蟑螂 所以就被罰了 或者人家殺生都落到下場 殺蟑螂 這個影片講得簡單 還有其他的網頁 還有很多 因為給小孩子看 免得教壞小孩子 只是說打蟑螂 打熱湯魚 有任何勸大家吃素 所以就生其他人 給撥飯吃 誰知道媽媽一抹開口 因為口很熱 在地獄裡口舌很長熱 所以會噴火 所以餘蘭後面有儀式 叫放鹽口 就是這樣 讓你每天開口的火焰 放出來就可以吃東西 目見面見到 自己有神通力 拿到飯給他吃 都救不到 沒辦法 我覺得很無奈 再拿一碗 怎麼知道 一養 一養 吃不到 燒焦 一來就是 那條頸的煙喉很窄 就吞不到 二來就是一抹開口 就噴火 把所有食物消散 這個就是以前那些 即是印度的觀念 就是說在地獄多慘 就是不得喝不得吃 目見年唯有哭 然後就 很傷心 就回去 回去佛陀那裏 說給佛陀聽 自己見到媽媽這樣 只有神通力都救不到她 佛陀就唯有說給她聽 就說 剛好現在就是夏天 很多的修行人 就在那些叢林那裏 所謂安居結下 因為很多蚊蚊 就是在那些蚊蚊裡打掃 那 完了之後就會出叢林 如果出叢林 就可以 一來就給那些飯 或者菜 或者水 他們喝 就是施僧 共僧 另外就是請那些僧人 有修行的人 就一起念經 就是解救這些地獄的鬼 就因為大家那個 善念的關係 所以都救到他們 這個就是講 余蘭節佛教的故事 對 本來就是一個 在叢林那裏 靜師幾個 懺悔 之後就打坐修行 之後出來 很多師主 就供齋和水給和尚喝 如果那個時候 做了這些功德 就可以請和尚 一起為自己那些先王的尊長 那 就打下齋 或者是 所謂的超道 念經超道 就可以救了一些 這個就跟那個爭團那個修道 至於民間修道 或者這條片 可以停一停去到這裡 對 差不多到這裡 請和尚出來 一起唸經 那裏 我看到他 都去裝一些 飯菜 幫他打齋 即是收的僧人 那那個爭團 又和這個 這個余蘭有沒有關係 就是那個盆 剛才說了 因為那個故事裡面 就是用一個爭團 吃飯給他媽媽吃 所以那個盆 那個余蘭盆 那個盆的起源 就是由這裡來的 特地先譯作那個盆 本來是班达 或者班農 是解開 解救的意思 但是譯作譯作盆 同時也有意思 就是找一個盆 來盛飯 或者盛水 來供養這些僧人 都跟供養僧人有關 供養僧人 所以僧人就可以去幫他媽媽超度 也有兩個意思 所以這個盆 都是象徵著一個 可以促使到這個超度的意思 是的 但是這個余蘭節 其實是起源自什麼時候 其實 如果根據比較早些的記載 應該就是這個梁武帝 就是這個梁武帝 南北朝 最喜歡公爭的 南北朝的皇帝 就是梁武帝 可以給了很多佛子 可以給這個綠 比較簡單 根據這個佛祖統計 裡面就說 前面其實是梁武帝 因為古文很多時候 主詞就沒有了 幸童太子 去了這個童太子 其中一個共爭的最主場地 就是撤盂蘭盆齋 這個就是最早關於這個 中國人過這個盂蘭盆齋 是的 應該就是 剛剛夏天修行完畢 梁武帝就 仿照這個佛絕盂蘭盆經的記載 就是去設一些債菜 來供養那些僧人 去收一些功德 嗯 你各有這麼巧 就是它本身是 就是剛巧有七月夏天 是的 因為夏天很節 所以就是在松林裡 盛梁打造 這個記載就比較簡單 去到這個 這個東京夢華錄 這個南宋的時候 其實南北宋交界的時候 就比較詳細的記載 這個文憲七 請蕭傑多讀 是的 去到南北宋的時候 就更加昌盛了這個余蘭節 這段經文就講了余蘭節 當時就真的有非常熱鬧的 和今天的時段都差不多 7月15日中元節 先數日 就是頭幾日 市井賣銘氣 蝸鞋 撲頭 帽子 金西 架帶 五彩衣服 那就是真的好像一套 現在我們 不是和我們現在賣的 紙紮公仔 那些 那些 那些什麼 鮑魚 那些 鮑魚 那些 以前就是衣服鞋裡 那些 那些五彩衣服 西牛做的腰帶 那些 西牛鞋 西牛鞋 西牛角做的腰帶 這裡很貴 當然是紙做的 不是銷 是 以紙胡鞋 架齒盆油出賣 要鬧柱 亦賣果食食生花果之旅 及印賣專聖牧年經 即是牧年舊史那個故事 是 是 可以買 年幻圖 都很難有工具 即是有繪圖 是 又以竹竿 穿成三腳 高三五尺 順跡燈窩之狀 為之 漁南盤 掛探 這個漁南盤都說了 是 是 掛起它來 然後再燒 衣服 冥前 再上墳之 即是燒了漁南盤 構思樂人自過七夕 便搬演牧年經舊舞集劇 即是有迷戲劇做 即是有迷戲劇做 很受神功氣體 即是做牧年教舞的劇 直至十五日子 官者增倍 十五日公養祖先素食 本院院官級自暴十度 設大會墳前三 制軍陣亡末 設孤雲道場 即是一開始就看到是 很熱鬧 很多東西買 又有那個 牧年舊舞的經典 經典買 也有得看完這個神功氣 去到後期就開始吃齋 還有很有趣的是 制軍陣亡末 是 即是因為打仗的關係 所以軍部 軍中也會做漁南節 來制製那些在沙場戰死的軍人 有時候就地埋了都沒有 沒有收拾過 因為這個東京夢華 寫了南崇之間 剛剛做過打仗 和今天打仗 很多東京打仗 死得人多 這裏也有說到 就是 盂蘭節或中元節 就是七夕之後慶祝 七夕是七月初七 下令 接著就是七月十四 十五 就是盂蘭節或中元節 剛剛過了一段時間 就是那七日左右 連續是兩個節日一起做 一個是講姻緣 一個是濟亡雲 還有這段文獻 我們都看到那個 道教和佛教的合流 他就說七月十五 就是中元節 剛才說過 中元節其實就是 道教叫做中元葡道 但他又觀念佛教 這個木連救母的東西 其實都是佛道已經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總之就是做到它很豐富 很多故事 很多物品賣 有零食 賣花生 那些 就是秋天的食物 那這個講開 就是道教化了 其實中元法會 就是道教的中元法會 一個的起源 又或者是儀式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個主神 叫做太月救虎天珠 那個就是 以前沒有的 我想都是受佛教的刺激 因為佛教有地藏菩薩 以及有觀世音 救地獄那些 那些 那道教都做不上的東西 做這個太月救虎天珠 所以如果你去開一些道館 就是看他們做法事 他們唸那個經 第一句就是 太月救虎天珠 然後後面就一直唸 每次就好像 要叫大佬出來 太月救虎天珠 就像地藏王菩薩那個做法 就是好像這個 叫這個 觀世音菩薩救虎的名 而且他們穿的衣服又好像地藏菩薩 有些相似 無相不模仿 或者給大家看看 太月救虎天珠的寶彈 整個的儀式 這個就是 Youtube有很多 其中一個 選一個時間短一點 有些時間都長 還有他出一些照片 這個比較短一點 有些道經 然後有些道士 因為都穿了道鋪 就在這裡拜太月救虎天珠 然後就念仲 中間有些音樂 還有一些禮燦的儀式 加持 加持就是那個大道長 那些道長的衣服就有一個八卦 還有穿紅袍 這個就有加持 好像類似 就是打蝦你的頭 很難入道的 這個意識 就是順便都是修會 其實都類似你大學畢業 拿一瓶博給你頭 這個就是佛教的加持 對 很多弟子在這裡 沒有所謂 因為要給你錢 這個想著進去就不怕鬼 只是進了道 之後就是獅食 叫做制憂 憂就是鬼怪 制憂就是鬼鬼 鬼的世界 憂科 是的 他們統稱叫憂科 通常就一般 我們在畫面看到 這個就是一般的憂科 另外就有一個叫水憂 水憂就是坐船出去 或者放水燈 放蓮花燈 所以另外有些叫水憂 這個坐在高台 就是做泰越舅父天尊的樣子 穿他的衣服 在念經 或者他都自己 他不是拜到像 對 這些是比較舊的 畫下的祭祀儀式 就是那個人 就是人偶坐在神台 辦神 要找真人來辦 對 那個叫做師 以前叫做師位送餐 師位送餐 就是這樣 那個位置都不是神 坐在神的位置 就是吃那些祭品 好 這邊就完了 對 你說到憂科 有一個水憂 水憂 水憂現在都比較少做 因為都勞私動盛 要出海 要租船 都花費到不少 所以憂如果是那些平安米 以前叫憂米 平安包 以前叫憂包 以前是製鬼 製完之後 沒理由扔掉他 當然人吃 我們以前 父母有一句 罵人的書 叫做 臥鬼搶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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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爭 臥鬼搶食 那些自助餐 搶進去 用碟來剷 在泰國見到 不過那些就不是鬼 那些是人 某個國家的人 是的 你之前我都在自己 面書貼了一條片 都類似的 叫做提早過這個預言節 實際都是 如果沒有人看著 或者沒有個制棚 有個鬼王看著所有人 那些鬼一出來 就整條街 有衣紙 有豆腐 或者經過燒臘舖 不斷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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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陰陽眼的人 就會見到 極之混亂 另外 就說到那個 餘蘭節 民間都有一些 比較多的習俗 上次說到 我們說七者拜的那個平洲 因為 都保存得比較多 在這個中原 這個建照 平洲都 有一個比較盛大的儀式 我們先給片段四 大家看看 這個也有趣 其中一個儀式 這個叫做酒龍船 酒龍船 是不是真的有龍船呢 龍船 這個片 龍船未出的 這個片 未見龍船的 但是見到 有一個人偶在這裡 就震一下震一下 它是 然後見到 另外一個 武衛把劍 其實就是 那個人偶 就 代表這個鬼 那個導師 拿劍 其實就騙他 騙他上船 騙他上船 之後 推他出去送 類似送瘟神 就是要他不要留在陸地 死了這些 本來應該是沉船 其實就是要用酒的 又要騙鬼喝酒 讓他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才放去 像戲劇一樣 其實 又包含了戲劇元素 大家都看得過癮 就是他又有儀式 又有故事 他也是用請酒的方法 正所謂請鬼容易 就送鬼難 現在送鬼就難 因為他上了岸 吃了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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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得飽飽就不肯走 那就要灌醉他了 都是請他上船 所以這個儀式叫走龍船 之前我們看到儀式 這個也挺好看 這個好看 這個我也選了 那個公仔就是 這個我也選了 這個我也選了 但是那個表情都不夠 應該是用他還形 這樣才行 可能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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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移動一下 這個就可能不值不夠 對 還是還沒有現代的導演 以前 上一代這樣做 自己也這樣做 就不敢加東西 好 這條片可以停一停 這個整個儀式叫走龍船 大家看這麼久都沒有見到龍船 讓龍船看看 說了上船之後是甚麼款 是不是很大條龍船 給大家看看 其實是一條龍船 那又不是很大條的 紙紮船 是一個象徵儀式 即是木造的 紙紮的人偶放上去 另外放金銀衣紙 給他們上路 這個是水上人的習俗 水上人 騙了那隻鬼上船之後 就推它到海那裏 然後就燒了它 因為水都是解壓 水觀解壓 所以就是解困 總之送到水道 好像有些下水道污水渠 沖走了 就送了其中一個溫神 其實還有一個最大的溫神 最大的溫神 給片段五大家看看 片段五 這個就是最大的溫神 鬼王 這個就是大師王 這個就是整個儒蘭哲的主角 最後那個 放在製棚裡 就找你鎮壓著鬼怪 相傳就是觀世音大師 就化身成為鬼王 或者叫做面延大師 之類 因為他的臉是黑色的 好像燒焦了 這個鬼王 又不是奸國 反而就是一個 不過就是因為要引鬼來 就是要裝鬼 相傳是觀音其中一個面相 你要用一個鬼相就引鬼 這個叫做臭味傷頭 或者叫做物以類罪 然後就放在壇上 這樣就舉起 以前有些小孩都會捐過鬼王 那個大師王 大家如果好眼力一點 大家留意一下鬼王的頭 頭還有一個物品在上面 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的 就是一隻腳前一隻腳後 好像騎馬一樣 都大概有兩層 層半樓那麼高 都有 它高過平房的屋頂 通常都是最整個 魚蘭聖戶裏最主要最觸目 和最吸引人的一個主角 對 都看到紫紮的工藝 很大 很大隻 你看到這塊面 是紅紅黑黑的 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 頭有專觀音像 是 大家可能未必看得清楚 給圖錄 給圖錄 大家看看 這個 這個 都是平州的中原建設 上面就寫著觀音大使 就是觀音大使 但自動不要以為是鬼 是 這張圖可能未必看清楚 另外再給第七張圖 大家看看 這個反而不是香港的 這是台灣的 這個是特意拍照 它特意拍照 就是廟裏裏的鬼王 頭頂 有本來的面相 上面就看到觀音在上面 其實意思就是象徵著 下面的鬼王就是觀音的化身 這個好像我們小時候看的日本卡通片 最主要的主角是在上面控制著鬼王 對 因為那些機器人 摩神英雄轉 摩神英雄轉 飛雲在上面 對 上面有個控制室 有個小孩坐在這裡 這個是廟裏裏的神像 它出到外面巡遊的時候 都不疏忽 給大家看看圖八 這個出去廟會 出去廟會 出去廟會 看到 都是鬼王 上面也有個觀音的響 而且都怕它浸 出油的時候也有個觀蓋 有把傘 這個我就紙紮了 怕它濕 也有把傘在上面 這個就做得 都維持到傳統的 所以大家一般都 照面相來 很多人都叫它鬼王 嚴格來說 就不應該稱為鬼 他有幾個名字 他叫大使爺 或者叫大使王 大使就是觀音大使 道交就是觀世音 就是觀音大使 到最後 萬眾期待的一刻 就是最後的破地獄 是的 破地獄是道教中原普道 其中一些儀式 很長的 這裡是破一節 其實都是找雅片圍著火 火象徵地獄 雅片象徵屋 中間有道士 跳舞 然後找那把刀 砍在雅片上 砍很多塊 象徵一層層地獄 我記得陳文老師早期的書 都經常自稱頻道 可能到台興的時候 或者神七的時候 可以請陳文老師 表演一下破地獄 我又不玩這科 不過就要學那才懂 那你真是正宗的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是的 最強頻道 你看過 你看看這些道士 它是有陣式的 一會兒它會轉 會轉一些陣式出來 寶法院都是有些 搭光暴斗那些 乳寶 現在就是普通的巡行 乳寶就是我們很久之前提過 大乳至水 走到腳都閉著乳寶 走到乳寶 走到乳寶 這是普通走 一會兒它跳的時候 就會看到 會單腳立 然後跳一下跳一下 那這個遲點應該在 這個盂蘭節的一些 節慶裡面 會看到這些場 正一教的那些法 那香港現在都好像變成熱話 因為有夜市 但是除了夜市之外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這些儀式 都挺好看 有時候剛好一些喪禮 如果是道教的話 都會有這些 都會有破地獄的儀式 過金銀橋那些 都比較長 有成五十分鐘 或者我們都不看完 這個看了一點 有時候看後面它旋轉的時候 現在砍了啞片 接著它一直沒有刀 都有功夫 要拋棄了 要拋棄了 不要摺到刀頭 要摺到刀柄 要摺到刀柄 因為原始沒有 我找了一條片給郭先生看 因為那條片實在太厲害了 開始有陣式 對 類似一點 對 類似一些軍陣 冰陣 後面都是這些 其實都是類似 都是因為重複的 都是砍瓦片 砍瓦片 砍瓦片 就是那個 然後很快地走這些陣 都是走那個 這些都難的 這些都會撞到 都是走那個 北斗七星那個牌 對 對 所以它是倒步 要學很久的 這些 我們俗稱叫南摩先生 就是正一教的導師 不過看到這些儀式都是冰山一角 還有很多很多 五花百門的儀式 後面還有一個人 急自轉 拿著金銀衣紙燒著把刀 然後一直都會轉 那這些是第一道 我們看看這個急自轉 那個要學 轉了一個圈 另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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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就只有這種 急自轉 是之前的 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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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就是最後 那段 非常厲害 那段 非人所能學 那段 我們聊了兩句 對呀 為什麼我們華夏 這麼多巴哈神的關於死 發展了這麼多儀式 出來 因為還要孝賭 因為儒家就講孝賭 但是死了就進不了孝 就唯有用佛教和道教的方式 就進孝 生前有些有所虧欠 或者覺得供奉得不夠 死後都繼續供奉父母的話 就用這些儀式 結果因為佛教和道教 就有很多這些超渡的東西 而且一次超渡都不夠 年年都來 越多越好 所以有個說法就是 超渡自己父母也不夠 超渡逐七世的父母 那繼續可以維持佛道的生意 可以這麼看 但他都是結合了 華人社會那種孝心 就是生前做不到什麼 或者病重都搞不到什麼 而唯有往生之後 幫忙做些事 請和尚也好 道士也好 盡一個心意 那可能另一個意義 剛才也看過一下 就是都很慘 就是戰亂也好 遷律也好 死的人多 就好像一個 安撫同鄉族群的作用 是的 有團結的族群 另外就是 都在悼念以前 不知搞什麼 無端端就是瘟疫死了 或者戰亂死了 或者整艘船沉了 就死了 其實就安慰死者之餘 都是安慰生者 安慰生者 要處理自己的悲哀情 悲哀的感情 所以看回香港都很淒慘 你看到沙士死了這麼多人 但是無聲無息 那就是不一回事 是的 歷來都不覺得有道團 或者是佛團 或者沙士亡運 初初有 但就不會說歷年 都在那個紀念日 那裡做一次的照會 現在好像都更慘 現在那個流感的死亡人數 已經超過了沙士 但都無聲無聲地死了 不報了 是的 是的 就好像整個社會都當死 就不是一回事 就好像 這樣會死 因為以前死了之後 就會有超渡 還有會唸出名字 所以那個地方的人 會知道之前死了什麼人 還有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死了很多人 所以這些齋召 就算是很多人因為有事故 又有疫症 死了都好像要盡快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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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秩序 大家如常上班 沒有機會去傷痛 沒有機會去 可能有事發生的時候 儀式都有一個狀態 是讓你停一停 去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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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以前二次紀念日 重江日那些 在1997年之後政府都盡量不做 就免得又提回以前死那麼多人 因為提回死那麼多人 其實是一種警惕 就是你現在也整死很多人 或者更多 即是一個極權宜的政府 就不希望你這個知道過去的歷史 所以我們最後有一個呼應 剛才也提過五、六十年代 即是很多來到香港的移民 即是眾人辛苦 眾人嚇死而鄉 都有同鄉的去搞照會的安慰 心靈安慰 但今天我們好像相對富裕 但其實死了都可能是 很快就會被人忘記 甚至是墓碑都沒有 政府還鼓勵那些不知什麼 水葬、花葬、神灰 給個好名的叫綠色殯葬 請一些官員自己去享受 這麼好的東西當然自己試一下 還有愈早事愈好 愈早事愈好 請早 你自己弄出來自己彈 好 下個星期請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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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支持我們 國師、莊老師和小弟 我們先看看留言 人在天地中深傳看家國 這是我的啟蒙讀本的一句話 非常有心 大家也可以發揮文才 課金之餘就可以寫多兩句 這些就是百無禁忌的 細水長流少少生意 很重要 細水長流一個叫赤牛 之前國師BB 永遠支持 阿元之前我念一句 念花生大士酒給大家聽 因為說了鬼的那些 我沒命就是古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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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驅邪趕鬼 大家平安大吉 大家可以在網台錄了它經常播 尤其是7月出街的時候 遇到一些不吉利的東西的時候 就馬上按一下手機 就可以逃過一劫了 經常播做好事 做人主要正直 就不會被鬼搞 拜得神多自有神保有 好 我們下星期二 同一時間見國神話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